鲫鱼在家大家都怎么做 一般有好多红烧啊 煎着吃啊 类似于一些等等的做法 但是鲫鱼做汤是最好喝的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超级简单 而且比饭店做的 还好喝的一个鲫鱼汤 而且步骤操作特别简单 让你在家很轻松就能学会 来我们开始做我们这道 鲫鱼豆腐汤 首先呢把这个鲫鱼呢 去到头 然后中间一分为二 注意熬不要骗到手 把鱼头呢同样也给它分开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 做这个豆腐汤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得把我们鲫鱼呢要煎一下 煎熟了这样的话出来我们的汤呢 会比较浓 把这个锅呢一定要溜好 所谓的溜锅溜好了以后呢 不管你炒任何菜 它都不会粘锅 就关键 然后把油倒出来 再放一点点油在里面 然后 放这姜片和葱花 把我们的 杀好的鲫鱼啊 放里面那些煎 你看 一点不粘锅 大家记住一定要两面煎 煎成金黄 出来的效果呢 汤调的更浓 翻过来 再把那勺子按一下 差不多了啊 给我们的加水 最好是加热水 最好是加热水 为什么要加热水呢 因为加热水呢 我们的汤会更白 如果加凉水的情况下呢 汤熬不白 所以说也是一个小技巧 等着让它烧开 大火呢 给它熬白了 然后呢 我们来切豆腐 来切豆腐 咱们可以 这市场没这老豆腐啊 你也可以放嫩豆腐 但嫩豆腐呢 煮进来呢 它就是容易烂 我们切成小的四方块 然后呢 我们再放点木耳 和我们一些小青菜 来看我们这个菊汤呢 已经成了乳白色 刚才我讲的一个是 要放热水 再一个呢 一定要大火冲 它才能出来这种 乳白色的汤 好 我们现在把里边的渣子呢 我们来打出来 打出来这个呢 就不要了 然后呢 我们要到这个砂锅里 开火 把我们切好的豆腐 放进去 木耳放进去 调拌一下 再上两克盐吧 点点的鸡精 点一点点的糖 然后再加一点点胡椒 然后开锅以后呢 我们来盖上盖 大概焖 五六分钟吧 好 来看看 颜色是乳白 而且呢 味道特别的鲜 我们再放一点点青菜 而且大家记住这个菜呢 搁里边稍微烫就可以了 放点我们的小葱花 这个鲜美的鲫鱼豆腐汤 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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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